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的要求可以说并不高 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 也在《以夫所书》第六章四节 两个经文都似乎都一样 但是带来的是所谓的负面跟正面同样的经文 那里他说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同时《以夫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圣经里面有不少的负面做父亲的例子 扫罗王跟他的孩子 约拿丹跟他的女儿 似乎就把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 就给我们成为许多负面的例子 扫罗王在对他的儿子约拿丹 记载在《撒末尔记》上 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我们就看见扫罗王对他的儿子发怒 他说他总是用大卫来跟他的儿子要做比较 而且用各样甚至非常卑鄙的言语 要来刺激他自己的儿子 真的是他的儿子不愿意放弃跟大卫的友情 那做父亲的就不但是比较 而且刺激他 甚至是老羞成怒 亲爱的朋友 扫罗王也是因着他言而无信 然后惹了他的孩子的气 他对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 所答应有关大卫的事 完全没有去做 孩子们就觉得被父亲欺骗 认为父亲缺少诚信 根本没有尊重他们 心中孩子们就产生了对父亲的不满 怨恨 把他的地位完全地降低 扫罗王言行不一 说一套做一套 把自己的孩子的幸福 当作他一个政治的手段 一个筹码 造成他两个女儿一生的悲哀 在《撒母尔记》上第十八章 那里扫罗的女儿米拉 他当要嫁给大卫的时候 他父亲竟然把他嫁给别人 你看见没有 在儿女 他们最重要的一生大事上 扫罗竟然用这样的手段 当然扫罗的问题很多 他情绪失控 常常拿孩子做发泄的对象 亲爱的朋友 我们做父母亲要管教孩子 需要在冷静的时候 神的话也是提醒我们 要按着主的教导 让我们一起谦卑 圣灵来教导我们 光照我们 来学习做个和神心意的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